今天是9月18日 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还没休息呢 因为918来了 勿忘国耻 一定要纪念 直接说重点 一旦战争来临了 老百姓能怎么做 以下我说几个防空警报 大家一定要记住 听到这种声音 是什么打击就来了 包括核打击 生化武器等等 你们听清楚 来看第一个 第一 防空预先警报 想36秒停二次 三遍为一个周期 时间为生命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居民听到这种警报 就是立刻关闭电源 没气什么的 带好个人防护用具 生活必备用具 还有那个 身份证啥的 然后就是空袭警报的 想6秒停6秒 15遍为一个周期 时间三分钟 就说明那个敌人 马上那个 来空袭 但是我说实话 在今天的中国 不太可能 特别是在咱们 那个内地 特别是在咱们 那个大陆内地 因为中国有全世界 最强大的空军和防空系统 也说最强大的是美国 不一定 中国在空军方面 就个别方面 比美国还要先进 但是 但是 说的是万一 就是怎么说呢 万一 咱们也得知道 这个警报是什么意思 因为今天是9月18日 9点可能各大城市就拉响了 拉响的应该就是防空警报 知道吗 所以说你们必须知道 这个声音代表什么 听到防空警报的 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 还没有隐蔽居民 应该马上就进人房工程隐蔽 就是钻进防空洞里 赶紧跑 哎 还有那个 然后那个防空解除警报 连续响三分钟 是在空行危险 已经解除了警报 释放了警报 这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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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下面这个就严重了 核武器袭击警报 这个声音一旦响起来 那就是敌方 敌国要对我们用核武器了 有人说 怎么样 究竟要防空洞 又捂住 耳朵鼻子嘴子遮那跑 但身后又遮那 我说实话 如果是在城市里住了 这些都是扯淡 只能争取时间 我只想说一句话 就是跟最亲的人 跟家人在一起 最后道个别了 这是实话 因为你逃出了冲击 一波光辐射 最后那个核辐射 也未必能 一到这一步 那可能那个人类历史 就要格式化了 核武器袭击警报 最后一个看 海外生化武器警报 戴好防毒面具 拿那个丝毛巾 捂好那个耳头鼻子 鼻子什么的 穿好衣服 等等 就给大家分享这几个 还有一些地震警报什么的 大家自己去挺多听几遍 就是有这个安全意识 说实话 以咱们中国现在的军事力量 不太可能遭受这些 但是不排除某些 臭无赖的霸权主义国家 他跟咱们玩赖 咱们也要做好准备 要记住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这种方式呢 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那种汉奸卖国贼 渗透的那种方式 在舆论战上 每天都在发生 听懂吗 注意抓身边的间谍 那是行手的五十万 知道吗 然后在网上分清楚 谁说的话是对 谁的是不对的 是不是 谁是这个带节肉的 是不是 哪些是什么 汉奸公知卖国者 要宠阳媚外的人 要分清 知道吗 但是一旦战争来临 我们一定全民皆兵 不怕牺牲 直到打败敌人 取得最后的胜利 纪念九一八 勿忘国词